今天我们讲成与未可厚非的游览,赶快学习起来吧! 是以厚非,过分责难,责备,不能过分责备,只说话做事虽有缺点,但还有可取之处,应与谅解,出处东汉班古汉书往莽传中,朗路,免应关,后颇觉悟,约,应亦未可厚非赴以英为长沙连绿, 岂是王莽篡汉之后,闹得鸡犬不宁,冯英勇于觐见实属难得,王莽向来会收买人心,认为冯英未可厚非,王莽只是一个伪君子,是湘院,孔子说,湘院,得知贼也,王莽这样的政客表面待人和蔼,实属怀有心机,在现实生活中,应该警惕这样的人, 汉原帝皇后的侄子王莽,用阴谋手段篡夺皇位,建立了新朝,王莽称帝后,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,将巨丁王王寒诱骗道郡城处死, 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首领,纷纷起兵反对朝廷,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动乱,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,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冲作军费,用来进攻巨丁,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年,消耗了不知多少钱财,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, 玉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,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,同时另派一名将军,征调二十万大军进攻巨丁,大批梁响只能依靠沿路周县提供, 当地有个名叫军英的大手认为,这将给本来已被折磨的痛苦不堪的百姓,加上新的灾难,为此他拒绝提供,并且向王莽上书,请求停止派兵,结束征战,王莽大怒,立即下诏撤取军英的官职, 但过后又想,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不满,于是又假惺惺的对身旁的人说,冯英如此做,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,就这样,冯英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,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,为可厚非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?